大家好,我是阿天,感谢网友说明 这款游戏的话呢,在台湾Google Play也可以下载游玩 不过呢,它只有日文跟英文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 如果说到时候啊,换一个中文的语言的话 其实就可以直接玩了 然后它在一般任务啊,有这个派遣 那派遣的话呢,有分去迷宫探险 然后还有直接战斗,就可以获得金钱了 那这个派遣的话呢,你可以上个一只角色 也许之后呢,这个难度比较高的可以上两只或是三只 那上去的角色呢,必须要你登陆的角色 然后结束之后呢,你可以获得一些抽装备的那个次数 同时派遣依赖的角色呢,也会获得经验值 但是呢,它就不能跟你去冒险了 像我现在要编程这个骑士的话呢,我就不能选择了 因为呢,它现在是在派遣中 然后角色升级的话呢,必须要回到城镇睡一觉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个游戏好像有就是变张的这个机制哦 你看我的角色,哇,超级张啊 好,一开始的话,不是亮晶晶的吗 这是我刚抽到的角色,它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还没有带它出去探血 那这样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升级 我们必须要去宿屋睡一觉 然后呢,睡一觉它有分不用钱的哦 我一开始当然是用不用钱的啦 不过我发现这样子好像没有办法洗澡哦 那我们这次用个200块的试试看哦 好,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洗干净了呢 好,这样子 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角色 好像变干净了哦 但是好像没有到非常干净 对,它的对话也变了 但是还是有点脏啊 看来 这个休息还是要多花一点钱啊 那如果说解完那个派遣呢 你就是会获得一些这种抽道具哦 应该说抽装备啦 我们就直接抽一下吧 好,这些都是一些新手的装备 不过这卖掉可以换一点钱啊 另外这一款游戏呢有抽角色 但是呢抽角色怎么判定这个角色的强度呢 呃,它一开始都会有一些bonus点数 但是这个点数呢影响属性没有那么多 我觉得呢是这个角色 它本身自带的一些特殊的属性哦 比如说这个骑士的话呢 它有这一个哦 这个什么爱的女王 当战斗结束的时候呢 我方全体都会恢复血量 哦,这个对续航力超级强 那时候我就觉得奇怪啊 为什么我战斗结束之后呢 全体都会补血 所以看来就是这一只角色了 那它并不是说骑士就会有这个技能哦 像这只角色呢 它就没有战斗结束后补血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师哦 法师基本技能大概就是什么 呃,魔法增加啦 然后这个什么探知上升 但是呢,这一个角色的话呢 它就有风的阵型 那这个爱丽丝也是一样 哎呦,它的那个脸会变厚 然后身影也会变 那这一个爱丽丝的话呢 它就是僧侣 僧侣的话呢就是补血嘛 但是呢,它会有一些 这个角色专有的属性哦 譬如说像是这个什么 异端的死翼 百二还有中立的这个 我方编程的时候呢 那同一列的角色 给敌人的这个伤害会增加 同时这种高队角色啊 也许它也会有一些 别人没有的这个技能 又或者是魔法哦 那如果说抽到多的角色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它吃掉 然后呢来增加你的这个技能哦 譬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拉拉蒂娜哦 它本身呢有一些被动技能 比如说HP增加 然后又获得是什么 抵抗增加 那这一些呢 都是算是被动技能 那这样子我觉得 它的SP就用不到了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继承哦 继承的话呢 你就是把一只角色吃掉 然后呢获得它的技能 那一开始呢 一只角色你就可以获得技能了 要把这个技能的等级机率提升呢 你就要一直在吃下去哦 每次一只角色呢 就是获得100点的经验值 诶 这个攻击力增加好啊 魏席德 然后变成LV1了 继承 好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角色给吃下去了 那再来厌世难不行啊 这个是我留着去派遣的 然后你去吃法师的技能 我也觉得不适合 因为根本就没有MP啊 我是那个骑士呢 反击的话我觉得有用 不过呢 我先吃我的主角好了 毕竟主角会一直用嘛 对不对 我们来继承一下哦 主角的话呢 来一个追击吧 哦 这个的话什么攻击次数会增加 好 吃掉吃掉 另外我有让一个小偷他的运气比较强 来来来 你也继承一个追击 哦 继承继承 然后我觉得胡之哥 他的命中率不高 来 继承一个命中率哦 好 命中UPUP哦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哦 你抽越多角色呢 你就可以吃越多 让你的角色的那个技能增加 再来这个算是绿宝石吧 他是可以抽这个限定的卡池 然后抽一次是200的这个绿宝石 那至于说这个紫色的话呢 就是克金的宝石 一次买2000的话呢 多送你一抽哦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 算是限定的角色 他叫做放浪的王女 有没有 这一次的话呢 我的女骑士正好有了哦 战斗结束之后呢 我方全体HP会增加 那他要血哦 因为我们可以吃角色嘛 如果说是别人把这个技能吃下去呢 也是战斗结束会补血 但是呢 恢复量会减少 因为我有这个女骑士 所以这一只角色的限定卡池 我就不抽了 那我们来战斗一场吧 因为我已经走到了 应该是小boss了 每次重新进去迷宫之后呢 他的一些小宝箱会随机刷新 好 我们从这个归环的地方呢 然后进来了 进来之后呢 我们打开右上方的小地图 可以看到地图上面呢 有一些宝箱 点击这个宝箱 只要你移动过了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Auto移动 自动移动 有没有 超方便的 当然撞到敌人还是会战斗啦 不过这样子走的话呢 很顺哦 现在这一层敌人来说很弱了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自动跟这个加速 战斗就会自动进行了 其实身体变张我觉得也很合理啊 毕竟你打怪物的血啊 喷到自己身上啊 就会慢慢变张嘛 对不对 哦 就是一般的这个抽装备 不过呢 这边有一个敌人 他也是不动诶 哦 这种不动感觉像就是任务怪哦 看来我的法师要开轰了 来我学了一个技能 前排三个补血 水啦 哇 哦 总算结束了 啊 这个是任务的 哦 找到隐藏的财宝了 OK 回收了 我要继续进行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是不是要先回去报告 好 先回去报告好了 OK OK 哦 战斗自动回来了 诶 达成了 再来之前我这一关BOSS没有打赢 我这一次呢 我们再来挑战一次看看哦 有没有 哇 这怪物做的很震撼吧 来听一下他的战斗音乐 开始 每个人都要开始工作咯 算了 我一直用强击好了 小偷也有技能哦 来 精密攻击 哇 这一招很痛啊 拉拉蒂娜是坦克 呃 我让他慢慢回血好了 法师不断攻击 爱丽丝的话呢 先小补血 主角不能死 主角一死的话呢 直接战斗结束哦 强击 机密攻击 哎呀 没有出现暴击 等一下 我女儿教我儿子玩宝可梦卡牌 我要付150 稍等一下 拉拉蒂娜 普攻 蛤 他在舔舌头 哦 接下来那招会很痛哦 因为我之前的话 全面就是被这招全面了 但是呢 我有升过级再来了 勇者 啊啊啊啊 小偷哦 攻击好了 水啦 会心一级 哇 SP不够了 只好普攻了 啊水啦 啊 升级之后过关了 哦呦呦呦 打倒异形 获得什么东西啊 好 这个任务过关了 获得了这个宝石 来 修复他吧 这应该是可以回到 额 据点的这个东西哦 神之右手啊 打 再来到了B3了 哦 这边有一个骷髅头 哎呦呦呦 哦 可以直接复活人哦 哦 对啦 我抽角色也是直接复活的 这是NPC吗 哦 他送了我一个东西哦 哇 那我的右手是什么 我都可以复活人了 哇 B3的敌人 哎 变强了 然后有新的敌人出来了 哦 还好 哥布林血不多 哎 哎 一击就死了 哇 那如果说我军死掉的话呢 我也可以直接在战斗中 用右手帮他复活哦 哦 可是这好难哦 嘿 啊 失败了 啊 又失败了 天啊 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 怎么办 死掉了 啊 那如果死掉怎么办呢 我可以复活 又或是回到上一个据点 那上面这个点点呢 应该是会恢复的 或者是你要克金哦 那我就再复活吧 然后等一下我要退出这里了 这个难度我打不赢啦 一集就被秒 打个屁啊 哦 这什么 黑魂系列吗 啊 这什么 开始出现虫了吗 我打得赢吗 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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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那一层是怎样啊 哇 走到毒地板了 痛痛痛痛痛 他叫我看一下周围 哦 我可以这样子看哦 打我逆转的右手 我刚刚失败三次 我刚刚失败三次 結果有这个负面状态了 可能是我的技能不夠高吧 變得難偷了 他偷失敗之後呢 他開始害怕陷阱了 誒 我主角也會開啊 對不對 這什麼 泉水喔 喔 我可以休息了 哇 大家身體好髒喔 尤其是那個 那個愛麗絲 這個已經乾枯了 是不是一次只能夠休息一次啊 好 終於回來了 那影片就先到這個地方啦 然後我們來睡一個好一點的房間喔 一千一千一千 好 大家洗乾淨一點 哇 有沒有 喔 升級了升級了 學會技能了 哎呀 你也學會技能了 喔 行動速度增加 哇 法師 升級了 我們的主角阿阿阿阿阿 不錯不錯 喔 有沒有一千塊 哇 大家喔 乾乾淨淨的 只是睡完覺心情好像沒有變好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了喔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期見 掰掰 拜拜 喔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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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